随着北戴河秘密会议的临近 外界纷纷猜测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内的人事布局 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北戴河会议 每年8月左右现任和退休的中共领导人都会聚集在这个海滨度假胜地 讨论政策和高层任命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传统 会议是秘密进行的 没有公开日程安排或议程的细节 日本经济新闻7月27号报道 该地区目前已经被严密封锁 在度假村的高速公路出口处 一名警察检查了记者的汽车 甚至把记者铅笔合理的东西都拍了视频 一进入北戴河 另一名民警跑了过来 称记者涉嫌非法闯关并没收了车钥匙 甚至在误会解除后 两辆黑白面包车在记者访问期间一直尾随 当记者在自助餐坐下吃饭时 两个看似便衣的人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 像是鹰一样的注视着他 日经报道 据说中共老人对习近平的很多做法感到恼火 所以习近平或者会亲自前往北戴河 对他们进行安抚 该媒体还引用一位党内人士说 有些政治局常务已经空出了8月份的日程安排 以防被老人叫到那里去 但也有传言说习近平可能不去北戴河 去年大陆媒体对北戴河会议 惠莫如深 当时中共病毒不断肆虐 加上习近平可以跟中共老人保持距离 因此一些观察人士推测他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 因此如果下个月北戴河再没有消息传出 那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又一次缺席 日近认为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 以至于他可以独立决定人事和政策 而党内大佬们无缘智慧 被传说跟习近平意见不合的江泽民 没有出现在7月1号中共的100周年活动上 外界认为这表明江的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减弱 根据中共不成文的七生八将的规定 即党代会召开时年满68岁的高级官员必须下台 习近平今年已经68岁 按照原来的规矩应该在2022年秋季的下届代表大会上卸任 但是目前看来他并无此意 习近平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例外 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精通中国近代史的教授说 日近认为中共高层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 李克强总理在2023年3月任期届满时有谁接替 有人认为习近平会从心腹中提拔一个人 目前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人物 其中包括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都可能是候选人 美好档市委书记团